委員怎麼看 現在臺灣的這個六都 跟這個非六都的這個狀況 已經造成了這個城鄉差距 跟這個區域發展的不均 以這個中央統籌分配款為例的話 就是說他大概三千億裡面 六都分到兩千億 那剩下十六個先市才分到一千億 那這個其實就是林佐水委員講的 你現在變成是一個副都窮獻的 這個狀況嘛 那今天柯總召在 其實是在公投前的這個禮拜五 他就有找民進黨的委員要去連署 我們要注意就是說 這個地方制度法第四條的這個修法 不是行政院版 不是民進黨黨團版 是柯總召在禮拜五 公投前禮拜五 找民進黨委員簽 那其中有一個民進黨委員 就有來跟我講 因為他反對 他覺得這樣是不對的 尤其是在許多這個農業縣 或是偏鄉的這個立委 加深了這個不平等啊 那禮拜五連署之後對不對 下個禮拜二 公投完禮拜二 馬上進程序委員會 進程序委員會之後 到再過三天的禮拜五 馬上要淨付二讀 那我們要問的是說 天啊這是在趕什麼 這是在做火箭的速度嗎 你淨付二讀的意思就是說 這樣的高度爭議的法案 你就不用在委員會去進行審查 你就直接 直接二讀了 而且如果沒有人有意見 你就直接要三讀要過了 是你現在你如果認真看這個條文 然後現在這個社會有意見了 你就說我們這個社會回來理性討論 對然後說這個是 為什麼不跟大家理性討論 是那你這個法條 這個反對人你說他群魔亂舞 這很奇怪 這個是要講道理的 因為你這個條文是把地方制度法 本來一百二十五萬且 社會經濟等等這樣的條件 那你把這個且改成貨嘛 那你可以說台灣的行政區化 台灣這些社會 這個區域的發展不均勻 這些你都用一條 而且那一條裡面的一個字 就把它用這樣的來決定嗎 這是開玩笑 所以有一些人就講說 這個是一個丟包苗栗的條款嘛 因為你即便說你要足足秒 然後或者是說你要彰化升格 現在的這個架構下面也已經足夠啊 那在這種情況之下 其他的反對的人 包括在野黨 包括林卓水源 包括其他的民進黨的委員 其實有一些有意見 那這樣的狀況 難道說不能夠理性去做討論嗎 當然可以嘛 那現在整個來講 就是我覺得啦 這個應該是說 行政院要負責任的提出院版 院版的行政區化化 到底台灣的這個行政區化 要怎麼會嘛 其實學家專家學者 包括在賴清德院長的時代 都有這樣的一個想法 要有一個院版的 第二個財政收支劃分法 就是剛剛主持人所提到的這個中央統籌分配的問題 大家也都說啊 這不說不會嘛 你不能說六都 那他已經很有錢了 那你分到更多 那非六都的十六個縣市就已經都快活不下去了 一個台灣兩個世界對不對 中央統籌分配應該要有同一個標準 那廢除這個都縣不平等 然後地方制度法 因為這三個都應該要有一個院版 那大家集思廣益的在做這個討論 而不是說一個急救章的這個狀況嘛 那你如果用這樣急救章的狀況 當然難免一定會更出錯嘛 你現在把這個改成或之後 好 現在這個法條會出現一個問題 一二五萬 或後面這一些社會經濟的狀況 那表示什麼有一二五萬再加一個人 他是不是就可以升格 因為他已經符合這個要件了嘛 可比公中華 那其他的這個縣市 為什麼許智姐會說 最好到最後的狀況之下 全部都是直轄市 因為也許其他的這個宜蘭啊 花蓮啊台東啊屏東啊 為什麼他不可以升格 苗栗為什麼他不可以升格 他自己也可以升格啊 因為你改了這個要件之後嘛 所以這個是非常荒謬了啦 說實在的 你這樣都第七都第八都第九都 甚至第十都嘛 那以後就全台灣都直轄市 這樣就沒有這樣的差異了 所以那這 我覺得這也是一個解決方式 就廢除都線不平等嘛 那我這個 我其實這一題 我在這個總質詢的時候 這個會期總質詢 我就有問過蘇院長 其實我問他的問題非常簡單 你能夠想像 如果台灣到最後結果 就是說直轄市第七都第八都第九都 一個生長在屏東的人 像院長 你當時一樣 對不對 那一個在屏東 這個偏鄉所出生的孩子 他能不能夠像蘇貞昌 然後力爭上游 然後考上這個台大法律士 當律師 然後後來能夠當行政院長呢 我順便嚇你 我順便嚇你 蔡英文也出生在屏東 蔡英文也是屏東人 每次都說是屏東的女兒 蘇貞昌是屏東的小孩 所以那請問現在同樣一個小孩 在屏東出生跟在六都出生 他拿到了補助金一樣嗎 不一樣嗎 六都很多地方一個新生兒 就給兩三萬三四萬 屏東有給嗎 所以這就是造成城鄉差距的問題嘛 那第二個問題 其實比如說蘇貫智前縣長 也是民進黨前這個前縣長 他也在講就是說 今天台南像台南 你把他合併 台南縣市合併之後 發生一個狀況了 台南縣本來的 這一些比較偏鄉的地方 他可能城鄉差距會更嚴重 因為你變成一個直轄市了 那大家想像說 哇變成直轄市 這樣好像可以分到錢更多 但事實上 他在區域裡面 在這個市裡面 也會造成富者越富 貧者越貧的問題 所以這個部分 應該要是統籌的去做考量 不能夠說今天一個孩子生長在苗栗跟出生在台東 或是在台北屏東 結果他所受到的 這一個國家資源的保護 竟然是有天然之別 這是不對的嘛 好我們稍後回來